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各地都是凉嗖嗖的天气状况 不过明天这波东北风强度就会稍稍的减弱了 导致风长转成偏东风之后气温稍稍的往回升 但是台湾附近的水气是偏多的 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一些短暂震雨 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 特别是在东北角跟东半部地区 仍然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震雨 因为今天新陈了一个台风叫做凤凰台风 这个台风接下来是非常有机会 北转接近巴士海峡的 所以在它接近的过程当中 外围环流就会持续带来一些水气 接下来这几天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天气状况都是不太稳定的 沿海的空旺地区风浪也会变得比较大一些 所以提醒你要从事海上作业活动 务必要多加注意安全 那么今天农业小丁林特别提醒 种植瓜果类的农友们 现在振植一些果实因或者是叶额类等等的 这种害虫它繁殖期 所以特别提醒您在下过雨后 特别有利于它们繁殖 如果你发现田间出现一些软块的话 要赶快的把它摘除掉 那么叶额类会在傍晚开始活动 所以这个时候使用一些药剂的话 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另外也要特别提醒种植番茄的农友们 现在也正值它的栽培期 特别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一些病害的情况发生 那么这个病害它传播的昆虫媒介 就是这个营业粉丝族群 所以特别提醒您如果发现它的密度有上升的趋势的话 就要开始进行一些防治的工作了 好那么在接下来天气状况刚刚提过了 凤凰台风有机会是靠近台湾再慢慢的北上的 如果依照这样子的路径的话呢 虽然说不会绝接的影响 但是它的外温环流还是会带来一些水气 导致在东半部地区接下来这几天 都会有比较多的水气移入 天气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 特别是在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 天气状况是最不稳定的这两天 要等到周末假期水气才会逐渐的减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四天的降雨分布图 明后两天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受到刚刚讲的凤凰台通风 外围环流的影响呢 都有一些迎风面的地形性降雨 这个水气都会一进来 导致会有一些震雨的情况发生 其中又以北海岸东北角 跟宜兰花恋的雨 是最明显的提醒这些地方的农友们 务必要多加留意 很有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震雨 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呢 随着它逐渐的北上之后 水气会慢慢的减少 但是整体来说呢 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这个天气状况还是不太稳定 还是有机会下雨的 所以特别提醒北部跟东部地区的农友们 接下来这段时间 下雨的机会都很高 大家要多加注意 这样湿湿凉凉的天气状况 另外在中南部地区呢 影响比较小 但是浴液温差是比较大一点的 大家要多加注意浴液温差 对于作物的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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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